上回我们说到 清风和秋田进行最后的死斗 游戏名为空气扑克 看起来每个人有五张意义不明的金属牌 其实每个牌代表的数字极是某个牌型 牌型的搭建却又由另外两名玩家 阿月和福勇凭记忆搭建 现在游戏正进行到关键的时刻 从已经出过的牌中 福勇也看出了秋田的手牌数字更大 对于优势 下层的思考是有限的 只能相信上层一定能组合出最强的牌型 那么清风的2526 秋田的4463 分别能组出什么样的最大牌型呢 就是这四种牌型 秋田的两种牌型都是三代二的葫芦 清风的牌型则含有一个铜花顺 比秋田的牌大 可是这回合清风应该出哪一张呢 如果他出25组成铜花顺 可以确保赢 但是秋田必然不会下注太多 而这样一来 第五回合清风就极有可能会输掉 如果他出26组成葫芦 则会用掉两张4 使得25做不成铜花顺 这么看来 25只有在这回合才能是铜花顺 才能起到王牌的作用 思考间 秋田也换上了第五个呼吸空气壁 其实秋田跟清风面临相似的情形 这回合 如果秋田出44组合成Q的葫芦 就会用掉63K葫芦所需要的Q 而更糟糕的是此时就没有牌可以凑出63了 这么看来 63也只有在这回合才能是K葫芦 可是这样一来 第五回合将会自动变成44对26 秋田必赢 清风将会以三臂之差输掉 选牌结束 开牌 秋田63 清风26 奇怪 这样的话 二五不是必然会凑不出铜花顺的吧 他想干什么 此刻 清风竟然拿开了呼吸嘴 眼神平静 我已经不需要思考什么了 能做的事情有限 接下来 交给他就可以了 小子啊 这个地方是地狱 没有踩着别人的生命前进的觉悟 你就在这里倒下吧 这样吧 我给你个选择 如果你选择把你身边这个娘娘枪杀死 我就放你出来 跟你合作如何 我已经错过一次 但我绝对不可能错过第二次 愚蠢 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 更没有什么比活着去支配别人更加重要 我不这么认为 这个世界一定还有什么是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东西 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 哼 那你就去死吧 记着 这个游戏的死亡不是终结 任何时候 只有一致停歇 才是终结 好好揣摩吧 你到底是谁 我不会在这里终结 我要继续前行 不停地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赎罪 但是偶尔也会想 自己的本性是不是又可以安稳释放的这一天 猛然间从记忆中清醒的阿悦 开始做着奇怪的动作 说着奇怪的台词 所以我要感谢这个神的游戏 现在的我正感到不顾上的自由 听到这句话 浮庸也有些懵 难道这个小鬼终于腾风了 突然阿悦把头往后一仰 然后狠狠撞向桌子 没有人是完美的 就像没有人能登上彩虹 正因为完美是海市蜃楼 所以才无法到达 我过去做的事情虽然错了 大错特错 但是我不应该去否认己身 因为那个犯错了自己也是自己 做了正确的事情 也可能好心办坏事 做了错误的事情 也可能是提醒自己还不够好 只要不停地在世间行走 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 关键是我们如何面对自己 和自己的内心 这就是清风当时的意思 终于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我都来去自如了 什么自如 浮勇完全不懂阿悦在说什么 第四回合 63对26组成最强牌组 剩下的扑克牌还有24张 请在100秒之内组成牌组 那么从清风大人开始吧 一起赢吧阿悦 我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你身上 那个单人牢房游戏 真正和我对等的人 其实是你啊 无论清风在思考什么 但局面是大大的不利 如果双方都完美抽牌的话 清风必输无疑 除非这一回合浮勇抽牌失误 清风敲击桌子 示意不下注 秋田担心对方在故意示弱 下注有所迟疑 最终秋田下注到了上线 势必 他杀鸡势腾 仿佛已经宣告胜利 在这个回合 如果清风跟住的话 无论谁赢 差距都会到达15B 可是秋田不知道 浮勇竟然真的自排失误了 水密室内 缓慢 静密 参赌的秋田和清风 不知道实际用牌 与其思考牌型 控制耗养量 可能才更好 被秋田基于希望的浮勇 自排失误了 用了一张 在做皇家同花顺时 已经用过的K 难道浮勇的失误 只是偶然吗 他好歹也是神的游戏 走到最后的几人之一 真的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 下层的两人 并不知道这件事 当秋田下注到上线的时候 按照常人来说 这局应该搏一搏 还别说是清风 这个级别的选手 恐吓应该是不起作用的 况且当敌人 露出杀意的时候 杀死他们 也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清风还在思索着 终于清风动了 他选择了盖牌 不跟了 第四回合 秋田赢得12币 胜于22币 清风胜于13币 清风看着手上的最后的牌 如果跟住了 说不定已经赢了 不 怎么可能 奇迹只能赌一次 我就把奇迹 赌在这张牌上了 秋田感觉 自己应该是处于上风 可是总觉得哪里不对 他睁大眼睛 想要看清楚 诡计多端的清风 有什么东西隐瞒着他 虽然自己的确领先一步了 但这可能正是大师兄的布局 他就是这种男人 将所有的一切 都纳入计算之中 秋田仍然不敢松懈 过了比预想中更长的时间 第五局还没开始 清风不得不再次 换上了新的呼吸空气 秋田分析到 为了凑26的最佳牌型 25凑铜花顺 所需要的牌 已经被用掉了一张 25已经不能凑成铜花顺了 大师兄可以凑25组成三条5 但是自己的44比他更大 在他之上 自己的最佳牌组是10的3代2 那么自己可以组成 比他更强的牌型 那么清风能做的 似乎只剩祈祷上层失误 这一条路可以选了 秋田先下注 即使已经胜券在握 秋田仍然在思考着 此时此刻 他如果会输的话 可能会因为什么而失败 假设两人都赌上10币 如果服用意外失误 或者失败处罚天灾 他就会输 只要托付给上层 他就有可能输 要排除这种可能的话 就只能直接盖牌了 盖牌后 两人都会剩余17币 赌局转化成氧气消耗战 如果局面变成这样 秋田有自信能赢 虽然清风刚刚换了 新的呼吸空气 领先秋田 但是从之前的消耗情况来看 清风的空气 比秋田消耗的更快 如此一来 绝对会赢 有些陷阱 只有头脑聪明的家伙 才能察觉 清风再次拿下呼吸嘴 并掏出了一颗霉干 突然他瞳孔一张 就在此时 秋田竟然下注了一臂 好像是失误一般 梅干从手中掉落 浮在了水面上 清风跟注一臂 又加注到上线六臂 剩余零臂 清风眼睛和鼻孔又流出鲜血 这次是真正孤注一致了 秋田的一臂 是为自己心中的不安而做的试探 如果大师兄只选择跟注 而且勇佛真的失误 那么大师兄就能领先二臂 足以获胜 大师兄选择加注的理由是什么 是为了让我以为 他想跟我对赌 还是对领先二臂信心不足 又或者是 他所期望的 并不是以二五这个不利数字 结束赌局 而是要逼我退出呢 如果他想逼我退出 进入空气消耗战 就意味着 他有在空气消耗战中 战胜我的信心 是什么方法 能让他在空气消耗中 战胜我 秋田睁大眼睛 寻找着清风获胜的方法 终于从脚边 发现了半块破碎的表盘 再一看 清风的右手 正扶着已经没了表盘的压力剂 秋田想起 刚才清风慌忙 想把梅干收起的动作 秋田明白了 清风通过破开表盘 调整指针 隐藏了真正的空气剩余量 他用过的那些空气病 其中应该藏有氧气 之前你把指针表打破了 再把已经遭到破坏的指针 撞到了零 并且伪装成氧气用镜的样子 在我面前演戏 可是秋田无法确定 清风是什么时候打破表盘的 因为他没看见 那能是什么时候 自己没有注意到呢 只有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在做别的事情 在大肆的呼吸 难道游戏刚开始 他就在计划伪装空气剩余量 眼前的男人真是太可怕了 秋田转念一想 在这么紧张的游戏过程中 真的还有余力保存空气吗 毕竟中途清风可是死过一次 那时候的反应绝不是伪装的 不过秋田想起了大师兄 有关成为神的发言 如此伤心病狂的人 为了让自己以为他没有隐藏空气 故意真的死亡一次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清风大概是真的隐藏了空气吧 秋田确信的想着 所以这个时候自己肯定不能退出 秋田选择跟住 胜于十臂 一切都结束了 44对25 都组成最佳排行的话 44一定能赢 纯数字的对决 毫无悬念 清风自己也知道 纯数字的对决 自己想要赢 就只能寄希望于俯勇失误 成为神什么的 我根本没有想过 因为我坚信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 金钱 权力 名誉 我知道的 真正的我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 在做出决断的时候 大脑里最后会留下什么呢 不是家人 不是伙伴 大脑里剩下的只是等待答案揭晓的兴奋感 原来如此 我在追寻的仅仅是生死相搏的刺激罢了 还真是有些悲哀的追寻啊 主牌结果出来 傅勇是十的三代二 没有失误 胜负揭晓 获胜的是清风 秋天一瞬间都以为是上方出错 可是傅勇并没有失误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首先是第四局 为什么结束后迟迟没有开始第五局 第四局我们知道 傅勇主牌失误了 但是失误的不只是傅勇 阿越也失误了 因为需要重新主牌 所以才用了更多的时间 傅勇失误是因为当时 他在分心考虑另外一件事 这件事我们一会儿会说 阿越的失误呢 仅仅是单纯的失误吗 还是说他是故意失误 好达成什么目的呢 我们知道26如果用最佳排型的话 25就做不成同花顺 那如果用来组成的26的牌里 有用过的牌呢 这样一来 25就还能是同花顺 两人同时失误后 傅勇明白 阿越应该有什么别的目的 他看不破对方的目的 他需要故意失误来争取时间 可是想到 刚才经历着火烧的痛苦 他难以克服自己恐惧的本能 没有道理 为了飞青飞过的秋田 承受这般痛楚 反观阿越 竟然主动失误后 坦然进入铁处女 承受非人的疼痛 果然身体的疼痛 跟有人失去了自己崩溃的心情相比 根本不止一提 再次组牌 扶养组成K葫芦 没有失误 阿越组成三代二 再次失误 你居然克服了疼痛的本能吗 我并不是克服了 而是觉得这种感觉 对我而言 就是我来到这个神的游戏 最初的死痛 我必须牢牢的提醒自己 这种心痛的感觉 来保证回到现实生活中 我要永久的克制自己 阿越第四回合的故意失误 真实目的是把梅花市保留下来 这样一来 秋田就会在最终局 无所顾虑的投注筹码 最终清风得以 在第五回合用出铜花顺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制定出如此策略的前提是 阿越知道下一回合 清风会用什么牌 组成什么牌型 可是规则上这是不可能的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就要说到之前 让浮勇分心的事情了 在第三回合天灾执行完毕时 通过连接的刑具 浮勇感受到了有规律的震动 是下方在克制的清风 传递上来的模式密码 内容是HAL436 浮勇当然明白 清风不可能不知道 这个讯息双方都能收到 所以这个36是清风 故意发上来迷惑他的吗 还是说信号是真的 清风在告诉阿越 自己最后的手牌是36 浮勇正思索着暗号的含义 时间却到了 慌乱之中 浮勇主牌失误 直到第五回合结束 公布结果时 浮勇才确认清风的最后手牌 果然不是36 清风将堵住 压在了第四回合 承受枪杀死痛的 真正协助者阿越身上 这里我本来是想改编成 阿越朋友的幸运数字 重新解释模式密码 但无法解释清风怎么得知 所以就用原文的解释吧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 实际上呢 这个大兄弟的名字 由HAL三个字母组成 给他取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当时化名 风鸣直气的首领 名字读音听起来是87 2001太空漫游 电影中的超级电脑原型 是现实中的电脑巨头IBM 电影中将每个字母 往前推一个 得到了HAL这个名字 在日本与IBM对应的 超级电脑是PC9800 98每个数字往前推一个 得到87 所以暗号真正的意思 不是36 而是提醒 记得要把36每个数字 往前提一位 即得到25 清风先生 这也太难懂了 你为何知道那个数字 终于对有人的事情 感到释然了吗 阿越 游戏结束 进入氧气消耗战 领先14B的清风 毫无疑问会活到最后 自知无力回天的秋田 回想着这个岛上曾经发生的一切 这个岛是世界黑暗的缩影 他们在岛上研究着 这个世界最为可怕的技术 他们在这里 做着最残忍的实验 时至今日 这群反人类的家伙 也一定在世界的猛处 做着违背人道主义的实验 说不定还妄图借用一些作品 洗白自己曾经的罪行 这跟自己无关 自己当时把岛上的人杀光 不是为了正义 自己只不过是想要杀戮而已 单纯的杀戮 所以果然 我这种人是要下地狱的 氧气快要消耗完时 秋田站得起来主动认输 倒计时结束 清风拿到脚链钥匙 他解开束缚 开始上扶 望着清风 秋田突然觉得 他必须要给这个男人 制造更多的难题 秋田伸出手 抓住了清风的腿 原来秋田同样隐藏的空气 秋田保留的空气并不多 而清风新换的空气 还能撑四分钟 不料秋田竟然将手伸向了 清风用过的空气壁 秋田推测 从第一局开始前 就在藏空气的清风 留下的空气肯定比自己多 那么更有保障的 没用过的空气壁 离得太远 他够不着 但是这些用过的空气壁 他还是能够到一点的 正因为我们两个 曾一起攻略游戏 彼此承认 我才会知道 在你眼里 我是那种 宁愿冒着溺死的风险 也会隐藏空气的人 清风突然 能在水中开口说话 你仔细想想 如果我真的从第一局 就开始藏空气 那么就算你也藏了空气 我也可以选择 只跟住 进入持久战 我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 没有隐藏空气 我真正想做的是 避免持久战 你有隐藏空气的话 那么你就一定会怀疑 我也隐藏了空气 如果不是因此而察觉到 我故意布下的遗阵 赌局早就以你的胜利结束了 秋天猛然想起 当时第五回合 浮涌输掉时 他以为就算自己选择 盖牌退出 进入持久战 也一样是输 他本打算接受自己的败亡了 可是现在他知道 清风并没有隐藏空气 如果不了解清风的话 不是潜意识里认为 他一定会有所布局的话 秋天原本会赢的 世界上最令人叹息遗憾的事情 不是做不到 而是本可以 我也是一样的 不会再放弃自己深爱的人 不管有什么办法 都要把他留在身边 原来你也是抱着这种悔恨 所以才如此执着 正是这种对清风的了解 将秋天一步步拉入了死亡的深渊 在悔恨中死亡 才真是不得好死啊 秋天 空气扑克结束 秋天溺亡 清风获胜 在死亡的前一刻 秋天想起自己站起身认输时 清风解开束缚后 第一时间竟然是将自己没用过的空气壁 推到身后 而将已经用过的空气壁 挪到了自己触手可及的位置 清风是故意让秋天抓住自己的 为了揭穿秋天最后一个谎言 那个认输的谎言 不愧是这个游戏智利的顶点 恭喜玩家阿月浮勇清风通关最终游戏 因玩家清风上次在游戏主理人测试中 通关最终游戏而选择留下 故再次询问 你是选择苏醒 还是选择永恒的长眠 长眠 不适合我 医院的人觉得很奇怪 这个叫清风的病人 从醒来后 就拒绝任何的治疗和检查 他就一直坐在那里 眼睛望着远方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一直这样 静静地从清晨坐到了黄昏 突然他眼睛有了些许神采 原来是这样吗 所以他才想一直和他待在那个虚无之地 清风马上叫来护士 拿来了他的手机 喂 阿烟吗 你先不要问任何问题 我要你调查下 最近可有大学生一男一女失踪的新闻 另外帮我找两个人 我想想 让我想想 白泽 还有老K 花些钱也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 帮我调查一下 我住的这个医院近年来 可有争议性的医学突破 把所有的一切交代完 清风也没有给自己好友询问的时间挂断了电话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清风透过窗看向外面 都市的夜景竟然是如此的美丽 自己以前好像都没有发现 可能是指引生在此山中吧 突然天空忽明忽暗 缤纷的色彩在夜空中绽放 竟然是有人在放烟花 了解真相后的他会怎么办呢 是选择沉沦无边幻想 还是面对残酷的现实 不管怎么选 都是个悲哀的故事 清风默默地看着这美好的时刻 不知整的 有意识识的悲伤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天地博弈篇到这里就结束了 清风也如愿回到了现实 世人组没有回到现实的 就只剩梅雨了 本期素材来自斗智神作四皇者 这部漫画就不说了 看进去的话会无比喜欢 其实我看大家的评论 确实发现有一部分观众朋友 把神的游戏真相猜了个七七八八了 我不会说因为大家猜中了主线故事 就故意去改 因为结局可能还是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本期和单人捞房片 有诸多的联动和改编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翻前面回味一下 我每次都会在 巅峰之志系列的漫画讲解中 加入一些自己的人生体验 尽全力在短暂的故事中 去塑造人物 不知道大家感觉出来没有 但毕竟故事是别人的 所以以后有机会 我们挑几个人出来 单独塑造他们的故事吧 就是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机会了 有的话可能就真成 巅峰之志宇宙了 开个玩笑 那么下期就是解开神的游戏 大部分真相的时候了 梅宇专场黑白之梦片 下期再见 默默的